然后看一下1910年的时候 你看 这个是北美地区 全部变成福音化 贝州南部地区 全部都变成福音化 欧洲地区 欧洲地区 全部变成福音化的区块 印度也是 只等到1966年的时候 你看一下 黄色的地方都是变成福音化的区块 你看一下 很多人说 很多人说 非洲 非洲是除了北部 就是很大的 伊斯兰造的 伊斯兰造的 回到国家以外 中南部地区 都变成基督化的国家 你看一下 北美地区 加拿大美国 南美地区 变成福音化 你看一下 中国大陆 印度 全部都是这样子 亚洲国家福音化的比例 看一下 亚洲地区 是三十几个国家而已 但是全人口 现在目前是 今年为止 68亿的人口当中 58%到60%的人口 都存在 亚洲地区 三十个国家而已 你看一下福音的机构 福音的一个比例 福音化的比例 红色的 也是 魏德知名之地 奇妙的是 中国大陆 你看一下 一个比例 5%到10% 全人口当中 所以我说 我们看一下 Dramatic church growth 我们看 这些各地 基督徒最多的国家在哪里 请问一下 基督徒最多的国家在哪里 哪一个国家 美国吗 1970年的时候 我三个国家 第一个是韩国 第二个是印尼 印尼我们要注意观察 第三个是China 中国 见到进入21世纪之后 251个国家当中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人口最多 特别基督徒的人口 最多 中国 中国 哪一个国家的基督徒 如果打发热心的 不能比 中国大陆最多 10%的话 一亿三千多万 8%的话 还是 八千多万 八千九千万 哪一个国家 有这样的家会 你们知道吗 英国朝卫常常要求 现在不少我的韩国 现在我说到英国去 建立家会传呼应 我的朋友 中部号 今天我们进来 中部号是不是 中部号的团长 五年八个月的时间 当团长的 却牧师 在英国 伦敦南部 今年成立开脱 教会的学校 针对谁呢 英国教会 拜登 他在英国 伦敦南部 伦敦 针对英国人 建立教会 18年 母会 现在很多 很多所谓 基督教会国家 需要宣教师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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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欧地区 很多的国家 变成共产主义国家 我们看一下 阿拉伯尼亚 这个时候 回到国家 奇妙的事情发生 这些年来 结果上到十年 二十年以来 现在全世界转变 耶稣 基督 在世界 历史上 做非常重要的事工 阿拉伯尼亚 本来是 回到国家 但是现在 阿拉伯尼亚 有不少的基督徒 百分之四十一% 百分之四十一二% 就是基督徒 本来是回到国家 本来是 共产主义国家 另外的 我们看一下 要注意观察 上帝在 地球的历史上 所做的工作 1983年的时候 安德里夫 布拉德 布拉德安德里夫 这个是安德里弟兄 在1983年的时候 基督徒说 我们为共产主义国家祷告 在七年当中 用七年的时间祷告 混碎铁幕 共产主义国家 奇妙的特性发生 这个是什么时候做到 1983年的时候 只等到奇妙 1989年的时候 国令的围城 在1989年的时候 倒下 1991年的时候 九十年 就是垮台了 瓦解了 我们在一心大会 模模样的现场 常常说 你们相声恳求要注意 我们相声说恳求的 如果是和尚心意的话 上帝必定怎么样 给予我们成就 所以我们不可以随便讲 不可以随便相声恳求 如果是和尚心意的话 上帝一定会给予我们成就 然后这个是 九十年 垮台之后 现在变成十六个独立国家 这个区块 不少的宣教士 无数的宣教士已经进入 过以前 只有苏联的区块 传了回应 那Bitlispe 中东地区 都是回到国家 我们算不了 不少的宣教士 上个礼拜前 在马六甲 我们参加全世界华人大会宣教大会 槟城 进行会的神学院的院长 他认证做东东地区 一个回到国家宣教工作 这是华人大会的领袖 槟城 槟城 进行会的院长 今天上帝真的做的是非常奇妙的 那我们做的拼拉典 1991年我在美国的时候 八点半上课的时候 下来办公的人 赶快要开电视看一下 那个时候大早下来一大条 为什么 刚刚开上课的时候 看到这种光景 拼拉典回家 遇着打扰 然后天安门事件发生 带给我们教会的历史 很大的意义 第四个运动力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说 四十天之后 四十天之久 向他们显现 讲说神的整国的事 今天谁能够参与 哪一个召会中派 国家的召会 参与国内海外宣教施工 已经得到正确的 神国度的概念的 神的国度里头 有没有分别任何的 主情的界限 中派的 没有 神的国 我们个别 要欢迎耶稣基督进到我的生命里头 然后进入神的国 我们都是上帝的 人家里的人 大家了解吗 今天早上我们 我们清派赞美团唱的歌是什么 还有 我学习大语的时候非常困难 为什么 我常常都 烂的兄弟啊 我们长老 祷告完了之后 母师 金牧师 你祷告的时候 不可以说烂 你祷告完之后 我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你祷告完之后 感谢观看